河南省第13届运动会 9月12日晚上在周口开幕 作为河南省走出去的奥运冠军 乒乓球大满贯得主邓亚平也回到家乡 支持河南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出现在省运会开幕式体育场里的邓亚平人气爆棚 收到了很多粉丝的追捧 邓亚平自己也发微博表示 太热情了 据说这些都是00后 多亏田田和战波拉着网 不然我的被小朋友们转下去 邓亚平还晒出了几张现场的照片 除了邓亚平 还有网球奥运冠军孙田田 涉及奥运冠军贾战波等人一起助力家乡的体育事业 不过退役后的贾战波也逃不出发福魔咒 简直仍让认不出 只见站在主会场上的邓亚平等人被众多分手包围 面对热情的粉丝们 邓亚平伸出手想跟他们握手 这也引得众多粉丝争先恐后 得上前与邓亚平握手 不少成功握手的粉丝激动的险些乱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